哈喽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马来加斯加的首都塔兰拉尼佛 前段时间不是跟德国小姐姐一起结伴吗? 然后一起结伴了大概在17天的样子 然后她现在已经去南非了,就已经跟她分开了 目前我要在这个首都休息几天 因为前段时间在海上航行了9天,非常非常累 也不是说非常累,就是很折腾 因为每天睡觉都睡沙滩上面,就很潮湿 所以需要一段时间修整调理,然后恢复一下自己的身体这样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在首都这里找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较便宜一些,准备在这里住大概10天左右 因为我买的是往返,从埃塞过来的往返机票嘛,所以我要回埃塞 我跟这个德国小姐姐一起结伴,就是还挺好的 就是我跟她相互照顾,因为在海上航行的那段时间 我跟她基本上在陆陆续续生病 最开始是我生病,然后她照顾我 然后后面她又生病,又是拉肚子,又是咳嗽,感冒了那种 然后就我照顾她,然后就是德国小姐姐她是第一次到非洲 然后第一站就是马达加斯加 然后她人真的太好了,非常非常好 她对所有人都非常的好,就是很善良 然后就是很容易被骗,很容易被坑的那一种 她之前在斯林兰卡待过一个月,她说斯林兰卡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就是老百姓都非常的热情,也不会坑她,骗她这种 但是她到了非洲,她就觉得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 就是所有人都想骗她的钱,坑她的钱 在我们旅行当中都好几次,她都差一点被骗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在这边比较长时间了嘛 然后我都比较了解,比较有经验一些 然后就跟她说,有时候就是不要太好 有时候就是,在非洲旅行就要多留一些心眼 人不要太好太好,对本地人太好太好 可能人家会觉得你好欺负,会很好骗 在一些对她不公平的事情上面,一定要尝试一点 因为她人太好太好了 她说她不懂得拒绝别人,拒绝别人对她来说是一种挑战 每次比如说当地人提着要求啊,她虽然说自己心里不愿意 但是她没有办法拒绝人家 然后我就不一样了 就很多时候她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我就去给她拒绝 在遇到一些不太公平的事情上面 然后我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势 然后在就是一些,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然后这个德国小姐姐,她现在也好了一些 可能因为她在非洲还有待个两三个月的样子吧 所以就是有时候在外面旅行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你要想坑我骗我,那就不行了 其实跟她在一起旅行真的非常的愉快 而且就是出海的第一天我生病了嘛 要不是她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行了 就是蛮严重的,因为我自己清楚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为人太好,太善良,太好 所以在非洲有时候其实并不太适用 在非洲女性需要适应非洲这个环境的话 就需要稍微改变一下自己 其实我发现我还挺容易接到半的 真的,我之前就以为好像太好接到半 就是有时候好像挺容易接到半的 有时候就是相似的人会相吸引 就是这样,反正就随远吧,顺其自然就无所谓了 自己也可以自己旅行 然后接班也可以,接班就是稍微好玩一点 然后又可以分摊一些房间的费用 然后分摊一些其他吃饭的费用 各种就挺好的 因为我有时候在外面吃,有时候吃不了特别多 然后一份饭也是吃不完 我就跟小姐姐,德顾小姐姐一起分享一份饭 就觉得非常的好,就这样也不会浪费什么的 然后也很省钱 现在这一段旅程又结束了 然后现在又剩下我自己了 每一次就是这样 相聚,然后再离开 然后下一次也不知道小姐姐能再见面了 她跟我说,如果去欧洲的话 去德国,或去法国的话 都可以找她 她应该到时候会回到那边工作 她的专业就是社会服务的那种 类似于大概就是社会服务的那种专业 然后她的工作也是社会服务者 就是他们德国有一种 就政府设立的一种机构 就是帮助一些没有工作或者比较穷的一些人 然后帮助他们找工作或者是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大概就是这样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房间 因为所有的房间其实挺贵的 之前住的妻女一天都要70多块钱人民币了 然后我找了一个小单间 然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房间 就是挺好的 因为这个房间比较便宜 然后这个是我的锅,然后我的调料什么的 然后这里是洗手间 洗手间什么都挺好的 也有热水 然后还有热水器 这个洗手间 因为它这个房间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完工 所以我跟那个老板说 但他给我很便宜的价格 我准备住10天 没有完工 是因为一看洗手间没有门 这个门也没有按好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酒店 所以我觉得安全还可以 然后旁边也是客房 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值钱的东西 我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带在身上 什么相机手机 护照这些 真的挺好的 在非洲有水有电 还有热水洗澡 简直是奢华哦 人民币现在在50块钱吧 然后它这里还 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人上来 就我自己住在上面 在外面 然后我本来是想出来买点水果 买点菜什么的 然后今天全部关门 因为总统选举 所以今天路上全部都是那个士兵 那这路上都没有人 我本来出来 我出来的时候 那个前台就跟我说 他说现在外面所有都关门了 你去哪里买东西都买不到 然后我就出来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买点东西 因为他说外面可能会有小商贩卖东西的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 我现在就只能往前面走一点 就不要走太远了 因为选举啊 可能会路上会有闹事什么的 也不敢走得太远了 那边都是士兵 看这个街上都没有什么人 全部都关门了 就平时这里就很热闹的 全是商贩 全部都关门了 我就在附近看一看有没有买吃的什么的 然后也不能走太远 因为有可能会有游行什么的 你看他们都扛着墙 难怪我今天就是在那个酒店楼下大厅里喝咖啡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在放那个新闻 电视上面在放新闻 就放外面的情况 就是外面就是在闹游行吧 所以算了别走了就在这吧 回去了 看看屋子里还有什么能吃的 现在就只有一些人在外面 基本上都好空 他们都不出门了 自己踢足球 那里都没有人啊 看这条街也是 这里坐着都是士兵 现在回到我住的地方咯 就是这里 然后就是从这里进来 看来 虽然有点简陋 我这个门有点简陋 但是里面是很好的 我觉得我在这里住了已经好几天了 也没有丢东西 还可以 也没啥 我这也没啥东西 都是些破了衣服 就只有一个这个包包 是我朋友的 这个包包比较好 其他的没啥东西 在外面一个很小的小店 小摊翻那里买了一点香蕉 还有一点 芒果 比平时要贵一些 那就算了 毕竟现在是总统大选时期 出门不方便 外面啥也没有 走了一圈 也就只有那么一个很小小商贩 在卖东西 还有一点吃的 这个是我之前在中国超市买的什么 辣椒酱火腿肠啊什么的 有一点 昨天剩了一点生菜 这个是昨天剩的一点牛肉 这是今天的伙食了 然后这些是我的一些调料 然后还有一点面 方便面 煮了它吃吧 这就是我今天的下午饭了 对下午饭 晚上也没想吃的 就把这个面 就是方便面 就是一点牛肉 还有一点青菜 就吃个下午饭了 晚上也没有什么吃的了 就这样吧 看起来还不错哦 还放了一点火锅调料 这个都是昨天剩下的 因为今天买不到东西 没办法 就这样的 其实这个牛肉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以为是坏掉了 然后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 然后今天没有吃了的时候 我又回来把这个牛肉 从垃圾桶里捡出来了 然后我一看洗洗了之后 我感觉好像也没有坏 没有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牛肉是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 还好我今天没有丢垃圾 今天就吃了 早上吃了一点东西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晚上也没啥吃的了 就这样吧 有这个锅简直太幸福了 哇这个是牛肉面 牛肉炒面 然后还有一点蔬菜 真的很不错 嗯 太咸了 加点水直接煮成炒面吧 这是这么简单粗糕 边吃边煮 嗯 这个东西好咸 嗯 可以可以 相当可以 我问了前台这边 然后他们说只有今天是这样的 全部都关门 明天应该就会 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加斯加这个总统选举 我之前问过他们本地人 他们说有好多人选举 有好多候选人 十几个吧 他说十几个算少的 有些有时候有二十多个 就是 可能就是一片混乱 我之前没在首都的时候 在其他城市的时候 就前段时间 就他们也是闹这个选举 可厉害了 这个路上全是 这个从垃圾桶里捡来 用牛肉也挺好吃的 挺好的挺好的 我现在随意而安 顺其自然的这个态度 是越来越好了 就是 已经 今天这一天 也哪也没去 就在酒店里面待着 挺好的 然后之前在海上航行了九天 中间有两天 一直待在一个村子里面 因为没有风 那个时候我都已经 就是我感觉我已经不急躁了 到现在也是我已经不急躁了 就这样明天好像就能出门了 明天我再去看一下情况 好啦 今天一天结束了 晚安 拜拜